陽光 溫暖我的溫馨起 微風 揚起我嘴角笑意 雙腳 忍不住跳躍立地 用我所有的力量追尋你 為什麼 天空不下雨 為什麼 黑夜有星星 為什麼 海老婆欺欺重複關 各位觀眾 這又是好消息時間了 我覺得我們生命當中最寶貴的 是 黑夜有星星 為什麼 海老婆欺欺重複關 各位觀眾 這又是好消息時間了 我覺得我們生命當中最寶貴的就是我們的家庭 讓我們看一下 這代表我們 這代表我們的家 我們應該在家裡面找到我們需要的答案 找到溫暖 但是很多時 當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跑離了家 我們覺得在外面可以找到答案 而在家裡面找不到我們所需要的幫助 但是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 因為只有在家裡面 我們才可以找到我們的答案 好了 請大家注意 不要在外面找你所需要的幫助 因為只有在你家裡面 才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因為在家裡面才找到真愛 明光在這集裡面就學到這個功課 請看 雪花 雪花 流民公安怎麼會在這兒 等妳 上車吧送去學校 不用麻煩 我走路一下就到了 都起來了 讓我扶一次好不好 真的不用了 我喜歡走路 雪花 等我一下 我也喜歡用走的 跟你講過不用了 我自己走就好了 我藏一個人走路 雪花 快坐車了 Michael 那我先來囉 劉明哥 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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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考試你是怎麼了 不是說要有手放槍住了嗎 結果你自己一個人低頭猛血 完全不管我們 你在幹嘛 八成他自己也不會血 對不對 冥光 冥光啊 你是怎麼了嗎 那個人是不是 怪裡怪氣 哎呦 男人一個月一次沒順序 沒感受啦 嘿 你沒有氣質一點好不好 大學生了 還開這種國中生的玩笑 耳不耳心啊 喂 我們是不是都已經稍微開心 故意犧牲演出 你會罵人 好啦好啦 冥光 是你哥們 有什麼疑難雜症 特地講不講出來 喂 喂 冥光 喂 冥光 喂 冥光 你是怎麼了嗎 啊 我知道了 冥光啊一定是受不了 外聞吸引那個雪花的氣 你說對不對 錢中紅 欠揍我你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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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壯啊 心菜公公有說對了 我早就告訴過你 所以雪花的臉已經從這裡 來到西門町區了 幹嘛一當泡河 俗話說天涯何處無方場 我何必單念一隻花 何不學學我找個中等美女 又好吃後又省力 不… 嘿嘿 喂 喂 你們兩個剛好把我丟下 自己開始小組會議 我還繼承陪我去戰略高手 你能去嗎 去 我當然可以去啊 走吧 走啊 我要看啊 陳忠豪 林某來了 一早不服了 陳忠豪你還不剛才給我過來 中等美女又麻煩的時候 忠豪 只求多服了 嗨 小美 小美 等一下不是要帶我出去玩嗎 是 捐蜜 忠豪 這小子 兩邊的超廣播 還真有他的 喂 我們三間客裡 就屬你最帥 我最凱 他 傻眼沒有 他很想到你有之前先包到馬子 搞不好會比我們早結婚了 唉 想不開的人去談戀愛 不怕死的人才會去結婚 哇 你好像變一個人似的 是嗎 喂 前幾天你來他幫華麗收了的錢 買九十幾輪沒夠啊 送給那個外套系的雪荒 你不是一心一心想把他嗎 帥啊 昨日總走 就當我一次瘋了吧 明光 有什麼心事說出來聽聽嗎 網咖一炮解千仇 我們今天就打痛快 走 靖子 T恥 都 很多 火 聽見 杜 Such 從 先生 果汁來了 好 謝謝 我們今天打個痛快 不對 該吃晚餐了 一叫服務生 拿菜單來 中華叫回吃火鍋 出去 雪花牙去 記載 你不要在我面前提這個名字 好不好 銀光 你還給你什麼 張雪花 你不是一直想把他想瘋了嗎 你就當我以前瞎了眼 喂 是我啦 張雪花 小美和中豪也在這邊 怎麼樣 要不要出來吃麻辣火鍋 不用了 謝謝 我今天沒有空 喂 喂 你既然不去吃火鍋 你再出去透透氣吧 你去你的 我今天說要打個痛快 那我先走 走你的 我說了我不去 哥 是我啦 你怎麼還不回家 你少管我 我還有事啊 我去幹嘛 我去幹嘛 替你們吵架還是打架 媽媽 哥把手機關了 孩子不願意回家 也不知道是誰的 我會來看 你怎麼會做 有從來 我認擠自己 我可以這家裡 你自己的朋友 你正面 你來畫我 我會拍招待 我會拍招待 你 我會拍招待 你 我會拍招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件事情是搞不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生命里面受了一些委屈 或者面对一些问题一些挑战 我们不能够解决 我们往往不把这些东西来分享给我们生命最轻的人 就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父母 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 往往我们甚至逃避我们的家人 躲起来 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自我解决 甚至愿意把这些重担分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同学 而不把这些东西分享给我们的家人 可能我们觉得 不要让他们承担这个重担 让我自己解决 但是很多时 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就是我们远离他们的时候 好像明光这样 他受了委屈 他信善人 没有给他他所应该得着的那种回应 那么他就自己在那边发呆 自己跑入这个电脑的世界里面 也不愿意回到家里 把心里面的东西说出来 为什么这样呢 可能是因为在家里面没有受到肯定 可能不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心爱的人来承担 说我自己来承担就可以 或者可能是一种欺骗 可能我们不相信 不信靠我们的家人 我们甚至愿意信靠我们的朋友 我们周围的同事 但是不能够把我们最亲密的东西 告诉我们的家人 我相信这是一个属灵的欺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 往往我看到很多时 当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一些 我们生命最大的风浪的时候 或者我们做错了一些东西 我们知道神会赦免我们 但是我们逃跑 我们要逃避 我们不敢去面对我们的神 这是罪带来的后果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 神来寻找他的时候 他就躲藏 因为罪带来或者内疚 或者一种污蔚的感受 所以不敢去面对这位圣洁的神 但是则有这位圣洁的天上的八父 是能够帮助你 亲爱的朋友 今天当你看到这个剧场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不要躲避神的爱 你面对什么压力 神愿意帮助你承担 因为神爱你 你要相信神的爱 你要接受神的关心 圣经里面有个故事 是讲到一个浪子 他的父亲很有钱 但是他告诉他父亲说 我要自己寻求 我自己的理想 把我赢得的财产给我 我自己去花 最后的故事告诉我们说 他把他所有的花掉 最后在饥荒的时候 他失去了一切 还要喂猪 非常的可怜 最后他回到他的父亲 当他要回到父亲的时候 之前他告诉自己 他说我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 我只要做他的仆人 我回去告诉爸爸说 我得罪了你 也得罪了天 你不接纳我 我知道你是不应该接纳我的 我宁可做你的仆人 因为我做仆人 还有更多的享受 所以不要接纳我做你的儿子 接纳我做你自己的佣人就是了 这是我们的心态 因为我们知道觉得 自己不配神的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在这个故事里面 当这个浪子要回到家的时候 在好远的地方 他的父亲就看见他 他就放下了自己的尊严 他就跑到街头 就拥抱着的孩子 说你是我的孩子 把戒指放在他的手指上 把最好的袍披在他的身上 说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发觉 他不应该 他不配得做父亲的孩子 但是爸爸从来没有停止地爱他 亲爱的朋友 撒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谎言 就是或者我们不配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配做一个信徒 有人这样告诉我 他说 邝牧师 我不能够相信主 因为我这么软弱 我又好读 又好试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是愿意悔改 但是如果我做基督徒 我不能够悔改 改过自信的话 我就不配做基督徒 我不配去教会 但是我告诉你 你把那个次序 调转过来 我要先告诉你 神永远都是这么爱你 就算是你不接受主 就算是你离弃主 就算是你是个大罪人 神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 他愿意拆请他的儿子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不要让撒旦欺骗你 不要说 我改过自信 才去信耶稣 我要处理了 我自己的问题 才去找神 我告诉你 耶稣说 他来是为做罪人 不是为做义人 我问你一个问题 是当你有病的时候 去看医生 还是没有病 病医好了之后 才看医生 当然是当你有病的时候 才看医生 一样的 是当你有罪的时候 当你面对很多生命的风浪 你自己承担不了 你自己觉得很软弱 你自己也觉得很失败的时候 神的爱永远不变 他说你不要逃避 你不要逃避在你自己的酗酒 你自己的坏习惯 或者你自己的堕落的事件里面 神说你现在起身 回到你属灵的家 神的爱就好像个爸爸的爱 他永远不会撇下你 这是圣经的话 神说我永远不会撇下你 我永远不会丢弃你 因为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如果今天你说我软弱 我不配做神的儿女 你就是得救的时候了 因为当你谦卑的时候 你来到父神的面前 八父已经为你做了一切 你所需要的 他把他的孩子 主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为你的罪 而承担了罪的代价 神说我的手永远是敞开给你的 我永远都是这么爱你 很久以前 我读了一段经文 我看有二十年前 我刚刚读十多年前 我读这个经文是给我的小孩子 我有四个小孩子 当我一天晚上 我读圣经 在他们面前读圣经的时候 我读到马可福音的一个 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 他在受洗的时候 当耶稣被受洗的时候 忽然间天上打开了 有天父的声音 对他这样说 他说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我读了这段经文 读了好多次 但是心里面没有很大的感动 但是我知道 当耶稣被受洗之后 他被撒旦带到旷野去 被试探了四十天 四十昼夜 但是在四十昼夜里面 他没有出卖他的父神 当时当我读到那段经文 神给我一个感动 因为当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 我刚刚是用英文的一个儿童版 读给我的孩子听 在儿童版里面 原来当天打开了 父神讲的那句话 一般我都是听到那句话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但是没有很大的 对我的心里面 没有很大的感动 但是那天在儿童版里面 那个英文很简单 神的声音对他的孩子 耶稣说 You are my son 你是我的孩子 I love you 我爱你 我喜悦你 You are okay 当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 忽然间好像神从天上 打开了他天上的窗口 好像对我这样说这种话 他说 旷剑雄 我要告诉你 你是我的孩子 我爱你 我喜悦你 当我十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去世了 当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父爱 说很多时 我都要找自己的答案 我在家里面 没有发觉 我的妈妈可以帮助我 很多问题 她不能够帮助我 我内心成长的那种挣扎 她不能够帮助我 我年轻的时候 面对很多的压力 我妈妈不能够了解我 但是我抓紧了我的父神 他永远是这么爱我 他了解我的心 心怀意念 但是在那一天晚上 当我把这段经文 读给我的孩子的时候 忽然间我感受到 好像天父就在我们的房间里面 好像天父在天堂 就这样 像我这样看着 脸对脸地对我说 宽建雄 你是我的孩子 我爱你 我喜悦你 我从来没有听到 我自己亲生的爸爸 对我的肯定 但是那天晚上 我听到父神对我的肯定 今天 或者你是个年轻人 你面对很多压力 你家人不明白 你不愿意把这些东西 告诉你的家人 但是我告诉你 天上的八父 他连续你 他明白你的挣扎 他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 就是要能够连续我们的软弱 但是他没有犯罪 他知道罪的挣扎 但是他说 我要你成为我的儿子 我爱你 你要成为我的儿子 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因为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公义已经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从今天以后 如果你接受耶稣 神会对你说 孩子 我喜悦你 不是因为你配的 因为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 很多时我们反而埋怨神 很多时我们把一切生命的问题 都推卸在神的身上 当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我们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应该有的 但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埋怨神 其实我们最需要神的就是那个时刻 或者你坐在电视机的面前 你说我需要神 我现在在逃避 或者你婚姻很大的问题 你现在在逃避 或者你父母不明白 你现在在逃避 但是你越逃避 越离开了父母的那种保护 那种爱 你觉得很空虚 很孤单 我要告诉你 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 这就是好消息 神说 我永远不会撇下你 我永远不会丢去你 如果今天你愿意说 主啊 我不要再逃避了 我不要好像那个浪子这样 离开爱我的父神 我先回到父神的跟前 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不单只是神会承担你一切的重担 医治你心灵的创伤 但是神也会帮助你 跟你自己的家人建立一个 非常亲密的关系 最近我跟我女儿一起的工作 我大女儿 神就用这个过程 给我经历到 神天上那种八父的爱 彰显在我身上 我用那种爱去爱我的女儿 在这一年当中 我经历到神这种父亲的爱 亲爱的朋友 不要辜负神的爱 不要跑掉 你不要觉得神是要为难你 神不是要为难你 神爱你不是害你 神永远都是爱你 他不是害你 如果他叫你一些东西不要做 他不是要使你难受 是要保护你 能够享受神的爱 亲爱的朋友 今天晚上 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 不要跑了 你跑了好久了 有人跟你传过福音 从来你没有接受出 今天 stop 不要再跑了 好不好 在神的爱里面 接受他的爱 现在就跟我做这个祷告 回到神的爱的当中 不要自己承担自己的问题 谦卑 回到爱你的八父的身边 不要躲避 不要逃跑 他爱你不是害你 他永远不会撇下你 跟我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让我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虽然很多东西我不明白 很多关于圣经的东西不明白 但是今天我听到这个信息 我的心受感动 天父 好多年 我都要过自己的生活 我离弃了你 但是今天 我告诉你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为我的罪 承担了罪的公价 从今以后 我敞开我的心 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助 求你掌管我生命的一切 我领受你的爱 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谢谢你的赦免 谢谢你的生命 谢谢你的救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跟我做了那个祷告 你就好像那个浪子 回到父神的怀抱 现在父神跟他的天使 都在天上庆祝说 这位时尚的浪子 已经回到神的爱的当中 你要继续的跟随主 所以我们要帮助你 你拨在这个电视前面的那个号码 我们要跟你联络 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分享给你 我们要用爱心来鼓励你 使到你不断地在神的爱的当中 成长于天 你可以看到你的生命 受到神极大的祝福 你也可以祝福好多好多的人 愿上帝大大的祝福 祝福好多好多的 希望在转强 一脚渐渐不要断 从人来到学一场 喜乐的心事良药 希望总是在转强 我心脏还在蹦蹦跳 蹦蹦 放弃别人快点快走 生命是上帝所创造 人生跑得还不够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